男人像比自己小三岁的丈母娘提亲 要娶得二十三岁的女儿暖暖 这个事情不要瞎开玩笑 什么男女朋友关系 你都能当他爸了 苏珍得知真相并没有暴跳如雷 反而觉得只要两人相爱 年龄差距并不是问题 第二天早 苏珍在路上拦住老爷的房车 冲过去 我下车你 打算去哪儿啊 郊游 之前不是说要带我进山钓鱼的吗 怎么着 这闺女一到手就过河拆桥是吧 老爷哪敢问他丈母娘的命名啊 赶紧把车门打开 殊不知 母亲早已定好挑拨二的计划 晚上 一家人围在篝火旁留天 搜紧让助理把老爷查了个点调 说暖暖痴迷老爷 并不是他多有魅力 更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 当年老爷创办旅游论坛 暖暖每天避回 老爷却爱他不理 于是渴望见到老爷 获得他的认同 久而久之 就写进了潜意识里 把这种感情误认为是爱情 这是POA的基本原理 你要不是我妈 我现在就想把火扣你脸上 放开 把暖暖气走 母亲接着对老爷放大招 你他爱暖暖 我丝毫不怀疑 我现在担心的是暖暖会变心 如果老爷不担心被抛弃 敢冒这个鞋 他会衷心祝福俩人幸福 如果不敢 以他对女儿的了解 不出半年 就会忘了老爷是谁 素贞是心理学教育学双教授 杂万人痛脸他对擅长 这一套POA 老爷彻底没了自信 第二天 暖暖和老爷碰面 他觉得母亲的话很有道理 给不了暖暖幸福 这下暖暖炸了 言立伟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还想跟我在一起 就请你继续做你自己 我爱的就是那样的 你要是觉得我妈说的对 那你找他去吧 你连好吧 我以后管你交往 我给你送周 暖暖说完 扔下啤酒罐 哭着跑开 回到家 就开始收拾行李 奶奶一问才知道 送人把二人拆散 我这大招还没上呢 没想到这么容易 我告诉你 这年龄差距大呀 是个问题 但是你呀 拆得太狠了 干涉 我现在还没有上来 还没有上去 这个你个人 也是这样的 教育 还没上去 以后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